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今晚开播! 又一三十二级青春偶像剧来袭,演员阵容不错,有爆款前置! 近期国产影视剧市场竞争激烈要久久爱、狗胜快跑欢乐家长群等剧正在热播中! 眼下又一辈受期待的青春偶像剧《在暴雪时分来袭》,该剧由吴磊、赵金麦领衔主演。 该剧改编自莫宝非宝原著小说,并将于今晚18点、2月2日晚18点在Tenshin视频开启首播模式。 该剧原著粉丝众多,再加上两位主演属于当红明星,号召力惊人,再加上日前的各种CP营销。 以及通过目前公布的预告片和宣传海报《我们不难发现》《在暴雪时分》,这部青春偶像剧。 拥有极大的爆款前置,有望成为吴磊继三十而已,又一王炸剧集。 《在暴雪时分》这部剧主要讲述了男主角林毅阳吴磊氏和女主角因果赵金麦氏。 之间在异国他乡邂逅的浪漫爱情故事。 二人在十年前的一场暴雪之夜相遇。 这个瞬间成为两人的美好记忆,并因这次邂逅,二人的故事由此开始。 林毅阳吴磊氏是一个性格直率的大男孩,十年来,对英国始终保持着那种默默的倾慕,但始终保持理性。 后来在英国表弟的帮助下,林毅阳与英国有了更多的交集,并且逐渐了解了英国的点点滴滴。 林毅阳送上英国所爱的甜酒,后者惋惜不知其年份,直到从林毅阳口中得知酒的年份是你出生那年时。 因果内心彻底打开。 两人之间的距离也逐步拉近,并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熟悉,互相扶持,最终在因果的积极影响下。 林毅阳仲回赛场追寻梦想。 这段动人的爱情故事必将触动观众的心弦,让人们感受到温暖和美好。 除了令人心动的剧情外,在这部剧中,实力派演员阵容,可谓是华丽亮眼。 首当其冲的是吴磊,作为当红小生,他同兴出道,在《星汉灿烂三十而已》等作品中。 塑造了多个深受观众喜爱的角色,拥有着相当高的人气和知名度。 此次他再度挑战都市情感剧,相信会给观众带来全新的表演体验。 而他的搭档赵金麦同样是同兴出道的实力派演员,他曾在开端少年派等多部影视作品中,展现出过人的演技。 在情感戏的把控上更是游刃有余。 两位主演的优秀表现,使得人们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再次升华。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吴磊赵金麦,两位主演CP感十足,甜蜜恋爱画面引人期待。 在剧中,吴磊和赵金麦饰演的林毅阳和英果,是一对甜蜜恋人,他们的CP感十足。 在预告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二人之间甜蜜的互动和浪漫的画面。 两人共同攀登事业高峰。 事业与爱情并行,这样的情节设计也将会让人心动不已。 观众们无疑期待着能够在屏幕前见证这对甜蜜的恋人在剧中的成长和故事的发展。 由此可见在暴雪时分不仅在剧情上具有独特的创新,同时还拥有着实力派的演员阵容以及让人心动的CP感。 这些元素的结合必将使得这部剧在播出后收获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当然,真正的爆款还需靠观众的口碑和喜爱,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部剧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部爆款剧的前置。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